戒子书 诸葛亮 两汉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淡薄 无以明智 非宁静 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 非学 无以广才 非智 无以成学 淫漫 则不能历经 显造 则不能置信 言语时迟 亦语日去 遂成枯落 多不皆是 卑手穷庐 将复何极 有道德修养的人 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 以简朴节约财物 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 不恬静寡欲 无法明确志向 不排除外来干扰 无法达到远大目标 学习必须静心专一 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 如果不学习 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 不明确志向 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 纵欲放荡 消极怠慢 就不能勉力心智 使精神振作 冒险草率 急躁不安 就不能修养性情 年华随时光而飞驰 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 最终枯败凌落 大多不接触世事 不为社会所用 只能悲哀的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摄里 到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 就等了一段时间